我家新邻居的四包胎出口了 前面没口中的葫芦 一夜之间长出了很多顶着花的小葫芦 你捡花干嘛呢 我给他人工受产一下 快点上下雨了 前两天开的全是熊花 我以为这颗葫芦根本就不会结果呢 叶子拧一块的啊 看来这根钢丝层满足不了他的涨势 我老公打他在横着尝哈几个钢丝 好了他们有更大的空间晒足阳光 你说要留七个的 我看这不止七个呀 七十个也得有呀 反正我也不嫌多 自从发现这葫芦挂了果 我老公一天都来看好几趟 盯着那小葫芦牛子一个劲的发呆 估计是小时候葫芦娃看多了 比他这个做自然家奶子吗 教你的呀 到了你也不管管他 这边刚忙完发现我家近小偷了 就是这个鬼鬼祟祟的家伙 原来我们家葡萄都是他干的 看来是我冤枉了新邻居白头 看你吃不了几个 但是他都不找人的 没办法 我老公找了一些果袋 把快要成熟的葡萄装起来 没有了水果自主餐 这些鸟儿会怎么行啊 我去撒了汗啊 谢谢 那家葡萄今天接了好几发 你看了吗 大的块钱 那个小的是这样的 还有还小的 你给你吃恐怕葡萄装 哎 你干嘛 我吓了 我以为你要吃 不要了 上几个小的不包了 留着给 给整网鸟吃哈 给我手机我看看他出了吗 来 给我手机 你去拿个钱出来 快看 四个钱出来 你又又张嘴了 点动静都没有了 它也不叫 他不敢哦 地上也没拉到屎 蛋壳都没有 又被他妈叼走哦 好